阿易新港有一位弟弟呢 看見馬桶裡面有怪東西 其實去上游騎大號 他可能會覺得說 欸這是不是就是便便嘛 後來發現不對喔 他的話阿公喔來幫忙 阿公一看呢 誤以為是一條沒有毒的蛇 就伸手進馬桶裡把他抓起來 但是拔了老半天就是拔不出來 最後只好請消防隊員來幫忙 是把蛇揪出來了 但是竟然是一公尺長的劇毒眼鏡蛇 這阿公要是真撈起來的話 恐怕還糟了呢 消防員在馬桶前手忙腳亂 仔細看天啊是一條長長的蛇 這條蛇身體不斷扭動 看起來非常嚇人 這什麼蛇啊 誇張的是這條蛇 是從住家的馬桶抓出來的 小男童上廁所發現有異物 大聲呼喊阿公來求救 阿公一看才發現是一條蛇 你有趣喔 你跟他頂頂 他又臭臭 嘉義縣新港鄉有一名六歲的小男童 上廁所的時候發現馬桶裡有異物 趕快大聲呼叫阿公來救他 阿公探頭往馬桶裡一探 竟然是一條蛇 他當下以為是沒有毒性的緊蛇 就勇猛的直接伸手抓蛇 但是這條蛇有夠頑固 怎麼拔都拔不出來 消防隊員到場一開始用夾子夾不到 只好到處再加上熱水進馬桶 才引蛇出洞 成功抓到這條約一公尺長一台精重的 眼鏡蛇 那蛇的氣息地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牠們可能就會比較亂竄 就會爬到民宅 眼鏡蛇有劇毒 幸好沒有咬傷祖孫兩人 否則就慘了 消防隊員研判 屋主家位於一樓 眼鏡蛇可能是從大門的縫隙爬進屋內 再鑽到浴室 建議民眾應該定期修繕家中的排水管 才能避免家中的馬桶招手入侵 記者侯國人許願嘉義報導